蔡英文可以跟任何人合作 我会跟党中央团结合作 打赢这场选战 民进党总统初选 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 两强互互相让 蔡英文说保持揭默 是担心插枪走火 会导致党的分裂 我倒是从来没有确战的记录 还抛出初选 可能造成候选人支持者之间的问题 那么执政长如何处理总统习民 一定会影响国政 一定会影响政府的运作 也会影响政策的实施 我不仅仅尊重蔡总统的职权 也会尊重行政院苏院长率领团队的职权 对赖清德而言 台南立委补选让他认清 他留真的很强大 民调低落的蔡英文 根本毫无胜算 只有他才能稍微溢脱 因此希望走完初选程序 用民调让大家福气 我们还是让协调小组 我刚才讲的 我希望党能够有最大的空间跟谈性 让协调小组去协出一个 最合适的一个胜选的组合吧 我终于希望在卓榮泰主席的带领之下 能够公平公正公开 圆满地完成这场总统出选的程序 对党主席卓榮泰来说 要公平不分裂压力非常大 现行党内的初选制度行之多年 它所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化解内部的纷争 制度当然可以做调整跟修正 然而不宜在初选已经开跑后 纵然地做出改变 政治中心台北报导